天大地大選民最大 歡迎你回到向選民報告的現場 我們剛剛一直講 最新的民調到底怎麼樣 我想大家都想知道 來我們看一下最新的民調 那麼這是最新 到昨天晚上做出來 今天統計出來的 那支持馬英九的38.7 支持蔡英諾的34.7 支持宋楚瑜的11.1 未表態的15.5 那這跟昨天發表什麼不同 昨天支持馬英九是39.5 所以今天是38.7 昨天支持蔡英文是36 今天是34.7 那昨天支持宋楚瑜的是11.7 今天是11.1 基本上在誤差範圍之內 基本上在誤差範圍之內 但是絕對還是有差 所以這是我們滾動 我們一直滾一直滾 每天發表一個最新的一個調查 那所以昨天未表態的這個12.8 今天未表態多一點 好像大家說了一點 那昨天馬英九贏蔡英文3.5個百分點 今天贏4個百分點 反正這個目前看起來 是一個非常接近的 只比那個誤差多一點點的這個選舉 來 老沈 你這個數學好的人來來給我們分析一下 首先我要講滾動式這個名詞 其實有一點誤導 看那個滾這樣滾這樣滾 我覺得那個比起來像股市什麼 三日均線 五日均線 就是說新的一天進來 就把最前面那一天拋掉 這個其實不能用滾動來翻譯 民調叫做滾動式民調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認為這個就是繃緊 這沒什麼變化 我覺得差1 差0.5 不要去上面大做文章 但是這兩個的差別 就是差不多只有4個百分比 那我曉得你以前常常做文章 常常在演講說根據民調 除非國民黨贏10% 你不能說文章 現在連10%的一半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你一定很緊張 晚上一定睡不著覺 你什麼睡不著覺 天大地大都睡不著覺 天大地大睡覺大 除了選民大以外 所以現在還剩100天 就看兩邊 哪一個人可以正面的去突破 或者負面的不要犯錯 所以看起來是膠著的 那我們等等再看 我們有一個中台 不過現在還沒討論 我們還是先看 這次的民調 看起來馬英九跟蔡英文 蠻接近的 4個百分比 發言人來來來 你們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 我說你們國民黨自己也做 我們自己也都有在做 那到底是跟這個有什麼差別嗎 先問他 你的民調跟這個民調有沒有差別 我們應該就是 我們的穩定成長 大概應該都是有 比誤差值要多一點點 那其實我看 最近從9月21號到10月4號 之間的這些民調 顯現如果說扣掉宋楚瑜的因素 大概基本上都贏5%到12%左右 12是T台他們有一次算是最高的 達到到12% 可是如果加入宋楚瑜 參選的一個因素 大概贏的幅度是4%到7% 差不多都是這樣的一個Range 那所以顯見就是說 剛剛我們討論到說 會不會有影響 當然會有影響 因為從原本5%到10% 變成4%到7% 多少都會有影響 那就綠營來講 它的就鐵板一塊 它就大概一定會有4成多左右的一個 關鍵的一個 那個地方就沒有辦法動搖的 所以它的一個參選 對國民黨影響的一個效益 我覺得是應該會比民進黨要來多很多 那就我們目前自己的策略來講 我們覺得重要的還是 我們的政績跟我們的願景 為什麼民眾要給馬英九再過4年 所以我們現在陸續 總統也陸續開了兩場的一個 黃金10年的記者會 那我們也會加強文宣 以及組織相關的一些的作戰方法 是 玉康兄 如果你是馬英九 你看到這樣的民調 你要做什麼 我覺得不好睡 第一個 覺得是不好睡覺 如果是我 其實我一直都不好睡覺 我一直覺得這兩三個月 我一直覺得非常危險 你已經兩三個月都很緊張 我覺得非常危險 而且這樣的一個態勢 搞不好就一直到選舉那天 都有可能一路咬到選舉那天 翻出來會怎樣 翻出來結果當然有可能就是說 其實民進黨以前很多險性的選民 其實已經沒有那麼險性了 我認為有這樣的改變 但是會不會改變到這麼大 說幾乎都已經跑出來表態了 這個我不知道 以前民進黨躲起來的選民 現在比較不躲的跑出來 我覺得民進黨的以前的選民 他的隱藏度是很高的 現在都出來了 那我不知道 這次就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測試 不過不管怎麼樣子 馬英九到現在為止的民調 你看38.7 這樣子的要贏是很難的啦 因為這兩個人是比較 民進黨再怎麼樣 他不可能34.7嘛 他絕對超過40% 甚至45%46%的嘛 所以你現在最重要的是 馬英九現在跟自己比賽 不能再看他現在贏蔡英文多少了 因為蔡英文的這個來講 我還是覺得他們的隱藏性是蠻高的 好吧 我們現在幾個聽眾 幾個觀眾在等待call in進來 我們我們聽一下 樹林的陳小姐請說陳小姐 那個趙燒康 請說 因為你在主持節目就要比較公正的 人家像某一台 都為了馬英九都在賣人 我們本來也是馬英九的票 但是看來我們有些人 哪個錢要吃人要吃下去 那不好啊 做人要比較公正的 得銷 另外這個吳先生 新北市的吳先生請說來 喂 是 請說 我是 我姓史 史先生 新北市 史先生 對 請說 因為剛才談到為什麼送藥參選 他那個理由很簡單 李遙已經說得很清楚 一次是在跟劉家昌 另外一次在亞洲週刊 就是說送參選就是要把馬英九拉下來 這是他最大的理由 你用這個理由去看 你就覺得很容易解釋了 好 謝謝 天母 黃先生請說來 黃先生 喂 你好 我認為那個 喂 請說 我認為宋楚瑜那個25萬8千 那個連署不會過 因為我覺得很冷淡 包含我週記的親戚朋友 對這個都很淡 第二個 宋楚瑜如果說 這次真的要選的話 他將來會死得很難看 可能真的進入歷史的灰燼 好 謝謝 我們這段要先休息再回來